下面其实我们要说一个其实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因为有人经常会问说 为什么我演奏的乐器的音色它就不像你 其实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源的底层逻辑 就是你在演奏所有人声乐器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乐器应该具有的音域范围 所以我在我的书里面的第170页 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表 把大多数的常用的乐器的音域范围全部都列出来 你如果在演奏的时候 尽可能去参考这个表 因为超过了这个音域范围 实际上这个乐器就没有这些音了 所以你演奏的一定就不像 所以这是很多人演奏不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演奏所有的原生乐器音色 不能剖离它客观的现实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